哈囉大家好,我是Garry,今天我們來玩好久沒有玩的凡恩 說真的,粉絲角色在他差不多暑假的那一段期間吧 我記得他那時候風靡全球,我的天他那時候超級無敵強 但是後來好像就被砍一刀了 所以他的被動傷害沒有變得那麼好 所以他就比較少出現了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一隻不錯的魔龍鹿的選擇 那今天帶來就是凡恩啦 那我們這裡先把這個轟給拉出來 你看我一直普攻一直普攻,為什麼呢? 其實我不是要吃他,我是希望說 我的那個被動有沒有機會射出一個那個黃標 就是把那隻紅給卡住 這個目的性,這個其實就是拉紅啦 那目的性就是為了防止敵人有這個 直接入侵野區的時候可以拖累他們一點時間 那我們這裡呢,直接先跟敵人做一個對線 我們這時候呢,敵人身上兩等 那我們就直接退後一點 這個身上兩等之後的凡恩 我們再去跟人家趕架 沒有錯,我們再去看一下 這裡基本上我在對線的時候 我都會先算人家的那個招式 譬如說現在那隻馬甲已經沒有異性能 所以我們就直接一個勇往直前 然後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這個啊,這個死亡了被點掉 那沒有關係 我們身上有被動的標的話 如果他敢靠近我們就記得 那個拳頭跟你那個 就是你那個打英雄跟打小兵 右下角那個按鍵 記得你就是在對線的時候一定要做切換 不要一直按那個拳頭 記得要把它打開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對線時期 我們就已經把這隻馬甲 打到一個半血 然後我們血線還算有八成 這算是一個不錯的對線開局 那我們這裡呢 希望隊友過來 但是隊友在做一個集結 那這裡就算了 我們就繼續做我們對線就好了 魔龍戰怎麼要開了 我們這個一定要去幫忙的 然後我看一下我們的陣型 這一個 我們馬洛斯直接下來了 那基本上這隻魔龍應該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陣型 我們的選角陣型還算不錯 因為有一隻馬洛斯 然後甲蟲的順傷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然後我們的運氣也很夠 那這隻魔龍就知道 我們這裡直接一個順引 然後再一個技能 然後再一個技能 一技能沒有射出去 然後一個大絕 這個大絕竟然沒有殺死 那隻艾瑞 那個艾瑞 那血線存一點點 這個啊 我天真的是有夠衰 沒關係 我們繼續 他這個真的是殘血誘惑 我直接一個忍不住 好像看到妹妹一樣 沒有亂說的 我們這裡 酷仔表達我 我們這裡就看一下 基本上 剛剛那沒機會 那我們就繼續來去做我們的對線了 OK 剛剛什麼都沒有聽到 哈哈 基本上 我覺得啦 其實你身為 不管是你走哪一路 我覺得你是走那種線路 譬如說 邊線啊 中路之類的 首先就是 要怎麼講 你的對線局 至少就先不要輸 譬如說我現在就跟瑪迦對線 你至少就是不要讓瑪迦把你壓到實實的 然後讓他有機會來去做一個比較快的資源 我覺得這就很重要 因為你會 一個連鎖效應 OK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記得不停的觀看小地圖 小地圖之前說過很多事 就是 譬如說你今天看一下小地圖 你看一下 欸上路不見了 那你就可能想說 欸這個 我在走中路的人 我可能要小心一點 OK 然後我們這裡呢 看一下 我們這裡 想說右拐他 右拐瑪迦出來 OK 瑪迦現在 開了大絕 前期的瑪迦 剛四等的瑪迦 你知道嗎 他的大絕 CD至少要20秒 我們真的把這波兵 切進去 就準備做一波塔殺 甲蔥一定有大絕 那基本上 沒有說他有大絕 那如果現在瑪迦出來的時候 他一定要死 他一定要死 OK 現在上路敵方三次一樣 看小地圖 然後現在這個拉茲過來 我們這裡呢 直接誘惑他一個黃標 然後這裡呢 喔這個 絕對跳得好 然後我們這個 順利收割 我的天 然後這個塔 應該也是我們的 OK 這波 不算虧 不算虧 雖然我們上路掛了 然後塔也掉了 但是 我們至少還是有 收到 一顆二人頭 就是有互換啦 互換 這個 不算虧 但是也沒有賺 OK 又多少热热超人的教學時間 剛剛洛克在敵方藍區露頭 然後你現在看 我們家的甲蟲 禮物我們的 要怎麼講 我們的魔龍路很遠 我們現在先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這隻魔龍給拉出來 不要讓敵方有一個什麼 吃魔龍動作 然後你要記得 那個魔龍 他那個腳在那裡 就是 腳可能有點中風 那個 他有那個動作的時候 你就是離他遠一點 喔 我告訴你 他那個動作 我的天 頭破血流 千萬不要惹他 那個動作 記得要離他遠一點 他做那個 腳很癢的那個動作 就離他遠一點 喔 超可怕的 我有一次就被他那個 腳很癢的那個動作 直接打到一個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 我好像玩那個圖倫吧 我那時候剛改版 我不知道他那麼痛 直接因為他那個踩 直接把我們全部人 給 插嶺給踩死 喔 我的天 然後我們現在 嗯 這個 羅雷這死了 沒關係 我們這裡也趕快做一個 做一個支援 這個一定要把他守 這個不把他守 基本上我們這中華就爆了 那甲蟲 順利的守掉之後 我們現在做一個判斷 這裡趕快摳隊友來吃魔龍 為什麼 剛剛很明顯的小地圖知道說 敵方三次在上路 趕快這裡 就是趕快把這個魔龍給吃掉 要記得 有 要怎麼樣 就是你 現在就是有機會 就趕快把那個血球給 滾起來 能夠滾的時候 就記得滾起來 不要就是傻傻的 就是一直 可能就是 吃兵線啊 然後你就穩穩這樣發育 你知道嗎 你要記得 那個 大局官一定要 一定要 就是你的腦子要不停的思考 OK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波 這波我們成功把 把兵線送進去之後呢 這波一定要做一個 我們現在有一個先手 可以做一個集合的機會 像敵方馬家 剛剛被我們打回家 但是我們現在就可以做一個 無打式的一個動作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 完蛋了 現在變成三打五 三打四 這個怎麼會這樣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呢 路口沒有大局 我們這裡呢 這裡就撥出撥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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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是不是發出了一聲豬叫 沒有關係 我們這裡至少收掉凱格露斯的一顆人頭 剛剛這個很可惜 你知道嗎 我覺得 剛剛那一波不算隊友失誤啦 就是要怎麼講 就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沒有一個 要怎麼講 這個就是你在打SoloQ跟打55的一個差別 你知道嗎 就是55 五牌跟你自己單牌的一個差別 像我們現在就是自己單牌 每個人都各打各的 沒有辦法 那如果你今天打五牌的話 就會有一個主call 他就會說 欸現在這個可以Zoom攻 然後或是這波不可以打 或是這波誰誰有什麼什麼招 可能要注意一下之類的 這個 可惜了 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趕快來去幫蘿 蘿 哇 哇 這個愛瑞真的是毫不留情 硬要他死 然後 這個 這個洛克已經成仙了 你知道嗎 他那個 他基本上我覺得 他那個已經不是弩了 他應該是什麼加弩炮之類的 然後我們這裡直接把 敵人的中塔給點掉 因為那個中塔剩150滴血 你基本上 你扛一下是沒有問題的 扛一下那個塔的傷害 然後這裡就是 對 So straight 又到了幹架的時間 沒有錯 各位同學們 我們這裡看一下 這個 哇 這個 這個洛克 你有看到剛剛那一幕嗎 太 我必須幫那隻洛克拍拍手 我的天 他已經變成神了 你知道嗎 他 喔 他肯定是吃克尼來分長大的 這個太 太誇張了 這個洛克 然後我們現在來把這個 這個馬加必須死 然後就 喔唷 這個 唉唷 我們湯好了 這個有沒有機會 啊沒有機會 OK 沒有機會 對 我剛被那隻洛克嚇到 他那個輸出 砰一槍耶 我們家輔助直接不見 太扯了 敵方真的是很陰險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全部 蹲在那個左邊草叢 有沒有看到 他們現在露頭 唉唷 水啦 這波看 喔這個可以 這個輔助 這個吸 沒有錯 跟他加藤鷹 我們這裡一個瞬移 然後再一個黃標 水 這波漂亮 但是 唉 隊友人 兩隻死 哇 我看一下 剩下誰 現在馬洛斯 OK 應該是敵方剛那個順傷太高了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波 這個拉子直接出來 我們這裡 普攻 然後黃標 沒有那麼多黃標 然後我們再 水啦 這個普攻順利帶走 然後 這波 好像拆不了塔 我看一下 剩下誰 剩下 剩下敵方的那隻艾瑞 但是艾瑞好像也守不住 可是我們也沒有兵線 沒有關係 我們這個 OK 我們現在有兵線 這個應該只能拆掉 中二塔而已 這個 中路 中路高麗塔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如果 如果剛剛全滅 應該是有機會拆掉中路高麗塔 但是這個 還算了 然後這個藍就 你知道嗎 這藍就讓給隊友就好了 不要突然手 手滑掉 故意去吃 小米粉湯 他不是那碗牛 我們可以 我們繼續來去吃這個兵線 看一下這波 這波隊友想要吃魔龍 好像是可以的 這波判斷是對的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敵方打野 現在不在 就是那個最兇的 敵方最兇的那個人不在的時候 就是家裡沒有大人 你就繼續來 你就記得 就是家裡沒大人的時候要幹嘛 做壞事 沒有錯 就是這種道理 千萬不要跟你媽媽講 是我教你的 OK 我們現在來去 唉唷 我剛剛想說那個黑暗知識 沒有人要吃 我想說要不要吃 這個 黑暗知識記得讓給 就是 比較近戰的那些英雄 比如說刺客交好 哇 我 這個羅威打太兇了 兄弟們 這個 哇 我真的覺得 我們溝通上真的有一個 非常大的問題 呵呵呵 就是 我們該打的時候 就是 你知道嗎 默契很差 喔 我終於是 我完全明白 我們家 那隻輔助他剛剛那個心情 他 這 洛克 壞掉啦 他就直接一個 喔 甲蟲 可以 哎唷 哎唷 甲蟲 甲蟲好棒棒 甲蟲直接 瞬間起飛 水 這個傷害 完全可以 他現在 看一下這個裝備 嗯 應該是要出王者 他等一下應該會 非常非常的痛 所以基本上 剛剛浪開那隻 喔咦 甲蟲 可以 甲蟲 哎唷 甲蟲好猛喔 幫他拍拍手 水啦 至少這波 還不算虧啦 雖然我覺得 那個洛克 你知道嗎 他已經壞掉了 真的壞掉 我剛剛直接被他兩槍 直接收掉 壞了 兄弟們 我們直接對一波 蹲那個馬家 出來守這波線 我們現在有過兵線 他現在出來守 我們就射他 沒有錯 直接一個黃標 然後一個 普攻普攻 他這裡直接開個大球 我們這裡 哎呀 他直接交一個瞬移 沒有關係 至少 至少我們逼到一個 那叫什麼 敵方的閃線 雖然 但是能逼一個閃線還是 還是 還算可以啦 雖然好像沒什麼用 對 我們這裡 這個 敵方兩隻在下路 我們這裡退一下 看一下敵方 OK 很明顯的 剛剛小力圖已經敵方 四隻 五隻全部漏頭 四隻在中路 跟這個什麼 下路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乖乖的吧 因為隊友在追那隻蠻魚 那我們就是 我發現他們好像 是不是殺不死他 這個 蠻魚有點鼓溜啊 這個 哇 這個蠻魚 直接 穿越了我們整張地圖 沒有關係 我們來去做一個標夾 順利的 收掉他惹人頭 然後我們這裡來看 趕快來去幫我 這 羅又衝動了 兄弟不要啊 這個 這個 安奈特可以 這個安奈特玩得不錯耶 這個大絕對都放得滿好的 OK 我們現在來去做一個 完了完了完了 假衝 直接一個衝 這個 這個 哇 真的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我們溝通真的有 有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 要進的時候 不該進的時候 大家往前衝了 然後該退的時候 真的默契 默契不太好 默契不太好 沒有關係 我們至少先把局勢給 穩定下來 這個不能怪誰啦 這個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 你單排就是會這樣子 因為敵方是很明顯 他們是有雙排之類的 因為 這就是一個差異啦 OK 我們這個 如果今天打5排的話 應該就不會這樣子 很可惜 沒有關係 我們就繼續把這個該做的事情做好 你看 隊友 隊友衝動了 真的不要再衝動了 拜託你們 這個 真的拜託 必須該退了 真的該退了 我們現在來去幫一下隊友 然後這個 哎呀 如果有點可惜 沒有關係 我們這裡呢 一個 這裡一個走位 沒有錯 頭昏之地走位 然後一個順移順利帶走 然後我們這個基本上 這個 完了完了完了 我現在發現我打不贏這隻 馬加 這個 打去 有沒有 啊 拆敵普攻 我剛 我剛失誤了 各位你知道嗎 我剛有一個普攻點在那個小兵身上 啊 差一點點 這波兵線 我現在不太 我剛原本說要先把這波兵線給清掉 但是我現在不太敢 OK 現在有沒有看到 洛克在旁邊蹲我 我剛剛想說奇怪 怎麼 他們三隻肉頭 然後照理來說 他們應該在吃凱撒 但是我又覺得怪怪的 因為 沒有人來說這波兵線 然後我心裡很怕 你知道嗎 我想說 要說嗎 還是不要好了 我就 趕快往前 往後退 不然我想說 我剛直接出去 應該就直接被那隻洛克兩槍 他現在真的是 我告訴你現在在洛克 真的就是兩槍 我們就一定會有可能要死 他那個傷害太扯了 真是扯到爆炸 到底做壞了是不是 我天 我們現在去把兵線 現在很明顯敵方肉頭 那就 溫溫的把這個兵線給洗掉 看一下 假松給了我們視野 敵方沒有吃那一隻凱撒 那基本上這波 我們就先打一下 然後洛克有一個黑暗之刺 不要惹他 不要惹他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這個 艾瑞斯也一個順綁 然後這個 安奈克開個大決 水啦 然後隊友開滑了 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 但是沒有隊友在我們旁邊 我們這裡必須做撤退 然後 哇 這就是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你知道嗎 溝通很有trouble 完了完了完了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死了 現在我們家人都沒了 然後剩下的我孤單一個人 看一下敵方有 OK 現在敵方五隻都健全 我們必須做放塔了 這個上塔 嗯 上塔必須放掉 然後中路兩塔我都會放掉 因為 現在出去守 我們就要輸 我們基本上只能在這個高地塔 來去做一個拼搏 就是 要怎麼講 就是等一下 我們現在有組合技嘛 安奈特有個大絕 可以把敵人給割開 然後 我就趁這一波 現在安奈特要跳大絕 沒有錯 這個 安奈特 各位 這個花式 我們這個 哇 死也要死得非常有藝術感 我們剛剛有 花式死亡法 突然天空跳下來一隻艾瑞爾 我的天 漂亮 這波漂亮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各位 覺得這波死得非常漂亮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期見 各位觀眾 我最近呢 講了一個不錯的點子 就是呢 呃 黑的歌詞 那個 各位之前不是有說過 就是我畢業之後要開始拍 那個英文怎麼講 我通常忘記了 上次有觀眾教我那個 那個什麼 Vlog 那個英文啦 對啦 反正就是日誌啦 那個 忘記怎麼講了 Vlog嗎 是唸Vlog嗎 好像是唸Vlog 但是我之前有說過 我畢業之後要開始拍 日誌嘛 對不對 然後我後來想了一下 日誌會拍 但是呢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很愛玩遊戲 所以 我在想說以後我可以嘗試 就是比如說玩一些比較好玩一點的遊戲 就是比如說 嗯 可能恐怖遊戲啊 或是什麼 呃 趣味的意志遊戲之類的 然後甚至可以跟觀眾互動的遊戲 我覺得不錯 就是可以開 我是說直播 我之後有想要就是 跟看看有沒有廠商 嗆到 看看有沒有廠商願意牽我 就是開直播的那個平台 然後想說 欸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可以 比如說 有了時間後拍Vlog 我們可以出去 可能 讓大家看一看 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然後或是 有時候就開一下直播 跟觀眾做互動 覺得這樣也不錯 但是就是要等到畢業 畢業之後 因為你知道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我一直都說 我要等畢業之後 因為其實我在 學校我是一個很低調很低調的一個人 我去學校我都戴口罩 然後有時候 就是你知道嗎 我就說 能盡量不被人家認出來 我就盡量不會 不要讓人家認出來 就是我會 各種 遮瑕眼影 各種遮瑕眼影 比如說戴個眼鏡啊 比如說 戴個口罩啊 因為平常我是不戴眼鏡的 但是我去 學校 因為 我要怎麼講 我不太 現在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 我還是想要先享受一下 我學生的生活 因為 之後的事情 之後要做youtuber 是之後要做嘛 但是我現在覺得 我還是一個大學生 我想要先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在學校的生活 因為你知道嗎 如果你 像我現在覺得 我如果 可能就是露臉之後 娃娃 在學校 我可能就會 啊 什麼 可能就會有人過來 說可以跟你拍個照嗎 什麼之類的 我不是自大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想要先讓 讓自己有一個比較 安靜的空間 所以 關於 那個叫什麼 直播那些事情 然後還有拍 日製的那些事情 都歸類在我畢業之後 雖然我不知道 我必不 必得了業 我那個服務時速 到現在都還沒做 完了 完了 我趕快去 我要趕快去跟教官說 我要去做那個勞作 好像是勞作 F5是我忘記了 哇 我都忘記那些東西了 你知道嗎 好啦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宣布 這個視群 不知道各位的看法如何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你知道嗎 我最近失眠嘛 因為我最近那個麥當勞 一直沒有 一直沒有吃 然後一直運動 你知道嗎 很奇怪喔 我在IG不是有發嗎 就是 嗯 我開始不吃 就是不吃宵夜之後 然後又開始正常運動 正常飲食之後 我發現我的身體 又開始失眠 超奇怪的 我明明就這麼正常的一個 就是 又怎麼講 一個正常的飲食 然後一個正常的作息 結果竟然又失眠了 超奇怪的 你知道嗎 我之前吃麥當勞歡樂送的時候 我就 吃完 哇 很爽 然後洗個澡 直接睡 哈哈哈哈 睡跟豬一樣 我就覺得 欸 奇怪 這是 麥當勞真的有種魔力呢 哈哈 好了 後面就是這樣的話 我們最後記得 訂閱我的個人IG 我們就下來見囉 掰掰